这些小朋友其实是比较弱势 那我们之前有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学校里面游荡 那后来我们把这些小朋友集合 带到向我们市来 然后教他们使用经济平台 利用经济平台的部分 让他们在数学上面能够让他们更有兴趣 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说 他其实不需要按照孩子的一个年龄阶段 来学习他的课程 他可以利用他比较空的时间 把他后面的他之前不了解的 把他读过来 那在这个经济平台学习上面 我看到了其实只要让孩子喜欢 让他知道他从中学得到他的乐趣 其实孩子是有帮助的 在带这些小朋友过程当中 其实会发现这些小朋友眼睛会发亮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他会感受到成就感 就是他的成就感是能够使他喜欢学习的方式 当然一件事情不可能说每一个人都乐于去学习 但是至少让一部分的人的孩子 先透过这样的一个线上学习 已经获得很大的一个教学成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